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电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警队就是最大的黑势力集团 贪污受贿 一白通吃是公开的秘密 而最为著名的就是四大探长 吕乐 兰刚 韩森和严雄 四人中以吕乐为首 被称为五亿探长 五亿 顾名四亿 当然是贪污的金额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 要知道那时的香港物价 几十万便可以买一整栋楼 而四人中唯一能与吕乐抗衡的人 便是兰刚探长 用吕乐自己接受采访的话说 韩森要靠他提拔 严雄跟他混饭吃 只有兰刚能和他平分秋色 1958年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雨夜 发生了一宗妇女侵犯案 刚承认探长的兰刚接到报案前来 手下抓到了一名凶犯 但却跑了一个 一番逼问后 兰刚带人抓捕另一个凶犯 但此时他却告诫手下 把枪和手铐都收起来 因为这是博豪的场子 抓人就抓人 千万不要太嚣张 毕竟此时的博豪已经是一群的老大 而兰刚只是一名小探长而已 随后便与博豪的手下 大口城谈判 因为另一个凶犯正是他的儿子 虽然兰刚也贪污受贿 但他还是有底线 伤害无辜百姓 这个绝对不能放过 于是大口城让他给老大 豪哥一些面子 而且兰刚是跨区抓人 也给此地区的探长 严雄一些面子 可是兰刚态度非常坚硬 必须要抓捕大口城的儿子 于是手下们便在场子里抓人 可是凶手却在逃跑的时候摔下高楼 生死不明 次日 得知消息后的警务处长大怒 那么多的场子里不砸 偏偏去砸博豪的场子 而一旁的严雄探长也在添油加醋 马上年底了 全警局都在等着豪哥发钱过年 此时博豪更是打电话过来质问处长 随后处长便把蓝钢调去了反飞组 为什么全香港的探长都不愿意去反飞组呢 因为反飞组就是扫黑组 当时黑帮社团横行 谁敢去扫 谁敢去惹黑帮的四大家族 于是这个部门不但冷清 还没有油水可烙 社团给警局各个组都交了保护费 只有反飞组没有 这让蓝钢一顿头疼 想法子需要翻身 人家当警察我们也当警察 人家吃猪肉我们去啃骨头 于是便带人来到舞厅收保护费 可是舞厅已经给别的组交过钱 这让看场子的阿飞不爽 端着酒来进蓝钢 可没想到突然灯光一黑 他把酒泼了蓝钢一脸 这让反飞组的组员大怒 开始了对所有人的例行检查 而阿飞也被手下带走 把他靠在了街边的栏杆上 不过这却难不倒他 油嘴滑舌的借了路过妇女的发簪 轻松的打开了手铐 回去继续跟女友谈情说爱 就在此时 开着跑车的周公子前来挑衅 他是周爵士的儿子 在那个年代 跑车属于稀有物件 这就导致阿飞一名手下的女友羡慕不已 离开了他坐上跑车扬场而去 就在阿飞起程准备出头之时 当时抓捕他的警察前来 阿飞则赶紧带着女友离开 另一边 这个周公子也不是个好人 一群人带着几个女孩过分的玩耍 年轻人还是要好自为之 次日 蓝钢探长接到报案 老太太说自己的孙女失踪 她平时跟一个叫阿飞的一群人在一起 这个女孩就是阿飞手下的女友 于是便带着手下找到阿飞 二话不说先揍了她一顿 在一番询问后得知 失踪案与阿飞无关 后来 失踪的女孩被送往了医院 神志已经模糊 而且被侵犯 蓝钢询问案情后 便前往了周爵士的家中 以侵犯女性案将疑犯周公子带走 但蓝钢再次被处长一顿臭骂 先是扫荡了博豪的场子 现在又抓了周爵士的儿子 那这个处长还怎么当下去 政界高层都在打电话 而且现在严雄还告诉他 受害者也改了口供 声称当时神志不清也不确定是周公子 难道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周公子也是被无罪释放 这让蓝钢心里很不是滋味 另一边 阿飞私自报复周公子 于是偷走了他的跑车 次日带着他的母亲和女友兜风 不过此时周公子带人找到了他们 虽然阿飞能打 但对方人多势众 而且自己还带着两个女人 只能无奈地挨揍着 竟好楼上的路人帮忙报警 周公子一伙才落荒而逃 到了晚上 周公子还在舞亭潇洒 得到消息的阿飞带人前来 痛揍着周公子 就在阿飞准备下狠手的时候 惊悔朋友阻拦 周公子才侥幸活命 但这让周公子怀恨在心 没过几日便闯进了阿飞女友的家 询问阿飞的下落 可是嘴硬的女友不肯说出阿飞的下落 于是周公子就用硫酸将他毁了戎 而他的女室友也不堪受辱 跳下高楼毙命 此时得知事情闹大的周公子 只能求家人的帮忙 于是他的父亲周爵士就找到严雄 要他把证据销毁 栽赃到阿飞的头上 好处就是帮助严雄当上总华探长 另一边 得知消息的蓝钢直接找到阿飞 询问他真实的案情到底是怎样 因为蓝钢不相信是阿飞干的 就在此时 严雄也带人来抓捕阿飞 但却被蓝钢拦下 因为他知道 如果严雄把阿飞带走了 那么一定会想办法定他的罪 于是便上演了戏剧化的一幕 两位探长带着手下大量警员 双方持枪对峙 就在僵持时警员们把枪放下 开始了拳脚搏斗 而蓝钢接手关刀 一亿抵多 在混乱之际阿飞赶紧逃跑 不过这场警察们的火瓶护殴 还是惊动了警方高层 在会议上 蓝钢还是坚持阿飞不是凶手 此时已经是总华探长的吕勒发话 要求蓝钢在48小时内 查到真凶和证据 否则就交给严雄处理 而蓝钢为了查到周公子犯罪的证据 唯一的办法就是周公子身边的人 蓝钢通过阿飞得知他们一伙 都有碰违禁品 于是便安排手下大肆扫荡娱乐场所 希望能抓到周公子的小弟 他没想到这个周公子也不傻 他带着小弟们躲进了自己的家 还把维静品也藏在了这里 因为他知道警察不敢来搜 自己父亲周爵士的家 可是他低估了蓝钢 到了晚上 蓝钢直接带人来到周爵士的家 就算处长和严雄百般阻拦 他还是有屡乐赋予的查案权利 就这样 周公子一群人被当场抓获 可是却眼睁睁的看着维静品 掉到硫酸盆里 不过趁着维静品还没被硫酸融化 蓝钢决定下手去捞上来 就在一群人看戏时 他正在下手把维静品捞了上来 而他手却丝毫未伤 原来盆里的根本不是硫酸 而是汽水 因为蓝钢用钱收买了其中一名小弟 此时证据确凿 所有人都背上了藏匿维静品的罪名 而蓝钢告诉他们 只要指认公运命案的主谋 他会向法庭要求减刑 周公子的小弟纷纷倒戈 一个个都指认周公子是命案的主谋 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走投无路的周公子抢夺了严雄的枪 挟持着严雄开车离开 不过在门外等候已久的阿飞 开车前去拦截他 在车辆相互碰撞中 周公子的车翻车 于是阿飞对他一顿殴打 要为自己的女友报仇 就在他准备下死手的关键时刻 蓝钢前来劝阻了阿飞 而阿飞听从了劝阻去救严雄 可没想到周公子却拿起武器攻击他们 严雄正当防卫开枪打中了周公子 至此 所有的一切尘埃落定 1965年 警队的总华探长由一个变成三个 蓝钢容胜为港岛总华探长 与香港总华探长吕勒同享盛名 而蓝钢也是在吕勒构建金钱帝国时 唯一能和吕勒相对抗衡的人之一 另一个就是香港地下霸王 由着华人警队最高权力支撑的陈志超 陈志超的真人正式改编电影 在前面已经更新过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站在黑白顶端的传奇人物 1974年 廉政公署成立后 因吕勒资产高达5亿港元 蓝钢资产高达4亿港元 财富与官职不相称 先后收到封的吕勒和蓝钢 两人都以旅游之名潜逃 而对蓝钢的通缉令 在1977年才发出来 此后 蓝钢再未返回香港 直到1989年 因心脏病在泰国逝世 这部电影反映着现实 是经历了那个时代的香港 和了解香港电影的人才能体会到的 本篇我只是讲了主要的剧情 关于一些细节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原篇 喜欢的朋友们 希望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也可以在评论区 谈谈你们的看法 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